好 这个凯米席卷花冬暴雨产生大量的黄土泥水颊的土石 从山坡倾斜而向 那么台九丁线66k以及65.5k严重的土石摊坊 那么土石流是冲击了苏澳到河仁段 几乎是淹没了整条的铁轨并且严重的击淤 所幸这个路段是提早的实施预警性的封路 只出不进 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滚滚土石滑落边坡台铁北回线汇德隧道上方 因为承受不住 凯米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出现边坡松动 倾泻土石严重入侵轨道 小清水溪桥整个桥墩都被冲毁 台铁北回线因凯米台风登陆停驶 原本25号下午3点恢复通行 不料河仁站附近48.2 51.2 56.6公里等三个路段 被土石流严重覆盖轨道 150到300公尺长的路段 小清水溪桥东阵线桥机受损 西阵线桥梁整个被冲毁 导致北回铁路中断 最快26号能修复东阵线 目前台铁北回线从台北树林到花莲崇德 以及花莲车站到台东 区间车仍能通行 台铁预估26号一工程进度 才可能单线双向通车 它的灾情比较严重 某些地方它的量底有比较大 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有比较多 因为有一些在土石流下面 现在状况也不是很明确 机器都到现场去抢修了 中机区已经进场抢修 但北回铁路河仁到崇德段 铁轨受损严重 暂时无法通行 目前维持区间通车 工程单位清除土石后 依据铁轨受损情况 才能确定修复时间 记者继续报道